有个朋友对煤炭相关股份有兴趣 他问你1171即是燃矿能源 以及1088神华 他说你怎样看 什么位置可以进入 以及目标界看多少呢 煤炭股其实早前都是跟随着油价方面的走势 其实如果你说从一个 可能是过去的两三个月的股价走势来看 都是一个反复向上的状况 因为事实上国际油价都是一个高期的位置 大概在110元附近每桶的水平 所以就会见到燃矿能源 如果随着油价再升温的话 股价表现有机会可以挑战之前的顶部 就是25.45元这些位置 但也需要留意现在23.5元 我当它之前高位的时候 就是25.45元 可能都是靠近一成的潜在升幅 所以如果比较有利的位置来吸纳 看看有没有机会就落下 就介乎22.5元到22.7元之间才考虑买入 其实无论是燃矿能源或者是神话 我们现时去看的时候 就是那个格局上 仍然以煤炭作为一个主导 虽然就是燃矿能源 就之前叫做燃周煤 就把现在的名字改了的时候 令到大家觉得那个业务上是阔了 但如果你说看回主要收入来源 其实都是靠煤炭的 所以如果你说燃矿能源升的话 我相信神话也会有一个带动好的表现 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也会让它回调一点 因为潜在升幅现在是小过一成的 对应它的历史高位来看 稍为理想一点的位置 看看有没有机会 是介乎在24.2到24.5元之间 才考虑吸纳会比较好一点